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在距离行人不到50米处 他被一个黑影拉进了死亡的深渊 第二天四叔接受此案 法医小哥确认死者莫莉 是被人扭断脖子致死 身体没有其他外伤 也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只是莫莉的钱包不见了 新年第一案还是凶杀案 压抑压力 双家山大 在迅速调查了莫莉的背景之后 四叔锁定了嫌疑人 莫莉的男友 案发前有人目击到莫莉和她男友 姐姐真吵过 莫莉男友解释 换你 你也吵 原来是莫莉在外有的行人 男小三打扮得像个大学生 这话听到四叔耳朵里 莫莉男友倒是更有动手的理由了 莫斯这时提前回归 问就是泡美突然失踪 眼看凶手 正向了莫莉的男友 莫斯提出了反对意见 莫莉一案线索非常的薄弱 唯一实质的也就是莫莉钱包失踪 可以朝着盗窃杀人的方向调查 说情杀没有什么证据做支持 老布局长冰沉着夺双眼睛多个思路 让莫斯重查莫莉一案 等于是徒弟监督师傅 老脸多少有点挂不住 此时的莫斯脑子里面全是泡美 哪里捕捉得到四叔的小情绪 这也导致了本期的试图关系讲得不行 管理 莫斯先从死者莫莉开始了解 莫莉是一个单亲母亲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桃花运 男人不断地带回见家长的却少之又少 莫莉妈妈比较有好感的 就是那个神秘的大学生 最近莫莉说她好话比较多 这么看来如果莫莉嫌男友痴情 确实会为此气到不行 但本来还是有三个小细节 让莫斯觉得过于的奇怪 首先是伤痕 死因是扭断脖子 但同时还有绞杀的勒痕在 痕迹很轻 完全不知命 所以法医小哥都没有太当回事 觉得是凶手勒着勒着改变了行凶的方式 其次 口哨声 路人曾在莫莉案发后的第二天 听到了案发附近有人在吹口哨 一般地方刚发生了命案 普通老百姓要么避之不及 要么好奇心驱使 看上一看 在现场吹口哨 这个稍显轻蔑的举动 让莫斯觉得很反常 最后是一个人的凑巧失踪 那是案发附近运河上的船夫 他是老扒兽了 平时他的活动地点就在案发附近 可莫莉案发生后 船夫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以上三点 冲击量也只能算是不寻常现象 此处完全不认可是线索 此时的莫斯还不知道 有一个十分有力的真人就在他们附近 只不过他不是一个轻易能够相信的对象 因为说出来可能不信 真人没有去过现场 却看到了现场 为什么呢 三个字 潮能力 真人是隐藏潜力部的测试对象 这是镇警研究院 下设的一个研究人类隐藏能力的部门 常规测试 就是看实验对象有没有透视验 发呆妹 就是测试对象里分处很拔尖的一位 她在当地的餐馆做服务员 在莫莉出事的同时 她同步随便化地看到了案发现场 当然 只是等到新闻报道出来之后 发呆妹才意识到 自己当时看到的正是莫莉遇害时的画面 这时候她如果主动的提供线索 和警方说 我用千里眼看到了莫莉遇害的场景 专业警察不会笑 但抓她去随家舱的可能性比较高 发呆妹不傻 这事 她只告诉给了测试自己的专员 红姐知道 红姐虽然是研究院的初级专员 但能力是顶尖的 专业 勤奋 业余时间 还去面试了一档电视教学栏目 这不是一般的面试 是百里挑一的难度 红姐的同事 大胡子 小选发 都有局面 只不过窃场的窃场 妄辞的妄辞 和她们相比 红姐是颜知与能力齐飞 妥妥的五边形战士 只可惜研究院的领导老白 对女性有歧视 红姐优秀如此 也只能停留在初级位置 研究院的老白和大胡子 算她还看不起 测试分美美拔尖的发呆妹 因为她不仅是女性 还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服务员 这种情况下 红姐是完全不指望 研究院会出面 为发呆妹证明 其口供的真实性 但消息一读 谁还不想做个好市民了 红姐犹豫再三报了警 见识见到了摩斯 但保密条例规定 直接透露发呆妹的信息 那是不可以的 你很清楚 这就是发呆妹的时间 岂敢刷警察 红姐主要是担心 负责案件的 会是个呆头警察 确认过眼神 摩斯是可以信任的人 红姐当即探称 自己只是NPC 给她一天的时间 她会游说当事人 回头就让摩斯和证人 直接联系 没有得到有效的信息 外加想念泡妹 摩斯阴郁的 却听了一场露天音乐会 只是人倒霉起来 喝凉水都塞牙缝 作为警察 她却被小偷赚到了便宜 不过也因此得福 遇到了一个知己 土豪男 她是摩斯的校友 两人对古典乐都爱得深沉 甚至都在经历爱情的苦 摩斯此时还不知道 她和土豪的缘分不止于此 周末过去 红姐没有如约地联系摩斯 因为在周一 她被人发现 似于研究院里 似于是从楼梯上坠亡 红姐身下还压着一只钢笔 款式古板 笔尖皮刹 如果不是红姐手臂上 留有被人打理抓过的鱼青 或许会以为 红姐是在简笔时 失足掉落的 红姐周五和摩斯见面 周六晚上便出了事 这会是莫里之后的刺身案件吗 不过也不能忽视 研究院里的男同事们 对红姐抱有的巨大敌意 大胡子 嫉妒红姐经常贬低污蔑 老白表妹上是合适了 但一张口对女性哪是一百个看不起 小卷发呢 是被红姐发了好人卡的暗恋者 单位的气氛 在红姐导选了电台讲师后 尤其的紧张 周六下午 小卷发就有看到 老白红姐为此大吵了一架 对此 老白承认得很痛快 她觉得红姐不配做讲师 那应该是像她这样的精英男干的事 偏见之高 作为男性的 死数摩斯都想握拳的程度 虽然可气 但老白又不在场证明 她妻子说 周六老白下班后就一直待在家里 说到老白妻子 是一个卑微到尘埃里的人 管事不管钱 买一个猪肉 都要拿着笔和支票 请丈夫签名 现在摩斯还不知道发单妹的存在 线索少得可怜 多亏了一个边外人员 帮了一大把 土豪哥在看到茉莉事件的照片后 立刻察觉到 那脖子上的鱼精 不是普通的鱼精 是项链被硬拽下来之后 留下的鱼痕 要问土豪哥是怎么知道的 那还愿于动乱年代土豪哥的情言所见 土豪哥就像是一个吉祥物 一日 摩斯就通过红姐家留下的备忘录 找到了发单妹的位置 当听说是用千里也看见了明眼现场后 两位专业警察就快奔不住了 不过发单妹的下一句 直接就让摩斯几皮疙瘩气力 发单妹说的是 莫莉的项链是不是被抢了 这可是摩斯昨晚新鲜得知的线索 发单妹主动提到 摩斯有点从您开始相信了 于是 毛问其他信息 但发单妹的视角是碎片化的 除了项链被扯 她还能感受到的就是现场有血腥味 这让摩斯冒头的相信又倒退了几步 因为莫莉没有外伤 何来的血腥呢 之前摩斯奇怪的三个点 淤金 口哨和失踪的船夫 后两个也有了新的进展 口哨声再次出现 这次和哨声一起发生的 是一级变态六鸟案 性质低俗 和本案观念目前并不大 船夫呢也找到了 莫莉的钱包就在她的船舱里 而船夫本人已经酒精中毒身亡 想来她是因为偷走案发现场的钱包 做贼心虚 销声匿计 结果饮酒过度 命丧船舱舱 而发现的莫莉钱包 则揭开了她神秘勤朗的面纱 就是研究院的小卷发 莫莉是小卷发在研究院的实验对象 两人眉目传情 很快确定了关系 两人的交往 也让摩斯意识到了莫莉和红姐的交集 他们都经常在研究院出入 那么凶手极有可能 就是内部人员 关于发呆妹 她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戳中了摩斯正在苦苦撕裂的泡妹 超能力之快 摩斯是越来越相信了 一旦相信这种设定 很多答案就有了捷径 原本对发呆妹 能力看不上的老白 从警方那边反向种草 开始相信发呆妹 可以同步死者 看见明案现场 于是就旁敲侧机 向看看对于红姐一案 发呆妹有没有预知到什么东西 另一边摩斯 撇进了老白的签名 笔画皮查 而之前有一支笔恰巧也是皮查的 摩斯拿来了当时 压在红姐身下的钢笔 一笔对 就是老白签名的那支 说明案发时 她在场 并和红姐发生了争执 是老白她推了红姐 她的钢笔 就是在那时 被红姐抓住一起掉下去的 摩斯四叔赶去时 老白正疑心并发作 觉得发呆妹终究会认出 自己杀害了红姐 正要杀人灭口 好在赶去其时 发呆妹没事 接下来就是追究老白 夹害红姐的原因 差点以为是反拍了守护解放戏 老白不是嫉妒红姐 她是觉得红姐在勾引自己 聊天碰到她手了 那是赤裸的调情 擦肩而过的笑了 那是安松的秋波 所以当她油腻的 自信的 打算接受红姐对自己的爱意时 遭到了红姐满头问号的质疑 再三确认 红姐对自己没感觉后 老白多少觉得 这是欲情故纵 而当红姐即将成为 电视台的讲师 老白的脑回路 就觉得红姐是在利用她 是靠踩着她 得到了这一位置 但按照纯属于世 老白的幻想 人家电视台的编导 单纯的就是看中 红姐的个人能力 和老白半毛钱关系没有 于是在周六下班后 老白就带着自己的逻辑 问红姐要说法 红姐的角度 那是一整个无语莫名其妙 看红姐部里 老白大度的主动让步 要求索文抵消 这福气爱谁要谁要 红姐是要不起 在拒绝推嗓之中 红姐就这样的 被老白推下了楼 可探未来可惜的红姐 摊上这么个倒霉领导 本案其实还有一个人 很早就提醒了 摩斯他们凶手是老白 这个人就是老白的老婆 老白的不在场证明 是他被迫提供的 因此他也是很早 就察觉到了老白是凶手 于是故意在四叔 摩斯面前 递个老白支票和笔 来暗示老白随身的 港笔没了的讯息 和红姐属于是一名一案 努力反抗社会偏见的一员 但我还是更喜欢红姐 真挚的发光闪耀 前线抵抗世界恶意的样子 红姐一案是老白所谓 变无可变 但杀害莫里却是另有其人 年代本集未解开的口哨 暴露狂血腥味之谜 本集结尾会给大家 一一揭晓的 本集一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